早上好 我是瑞铭 欢迎收看今天4月20号的百格城报 过去两天 敦马哈迪当然没有因为周末的关系而暂时休战 他反而继续向纳吉开炮 不但指出很多人要拉倒纳吉外 副首相慕尤丁也向马哈迪表态说 你并不孤单 今天出刊的三大语言主流报纸 唯有中文报的新宗日报利用头版的位置关注了这条新闻 副首相慕尤丁赞扬马哈迪是敢于说出真相 对抗强权的领袖 并用你绝不孤单来声援马哈迪 因为马哈迪早前感叹自己在孤军作战 对此马哈迪笑着回应说 慕尤丁应该是支持他对战争的立场吧 慕尤丁和马哈迪两人因为出席吉隆坡 战争最新基金会而有机会同台 而新宗日报内夜的新闻热点也是整版追踪报道 马哈迪掀起风波后 巫统内部和反对党的各种声音 接着是新海峡时报头版就揭露了 为了应付手机带来的影响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督促本地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封锁提供大量免费资源的色情网站 手机上网的普及化让色情网站泛滥更严重 当局透露了2013年封锁了200个色情网站 之后每年封锁4000个网站 报道指出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可以援引两项条文法令 包括在网上供应违法内容 以及不正确使用网络对付违法者 一旦罪成将面对罚款5万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一年或两者监视 针对大马伊斯兰发展决心 推出的伊斯兰娱乐指南 我们来看马来报是如何处理有关新闻 美日新闻头版同时看出支持与反对的两方声音 其中站在反对立场的大马专业人士协会 认为这项新指南阻碍国家娱乐产业发展外 也影响国家形象和外国游客来马的意愿 但是分别来自彭亨和霹雳的宗教领袖 穆福提不那样认为 并以伊朗为例子指出伊朗的娱乐产业 在伊斯兰教育的规范下依然蓬勃发展 下来是新闻快讯 雪州大臣事件再生风波 既有传言指公正党五名州议员将跳槽 以支持卡丽再次成为雪州大臣外 又有传言指伊党主席哈迪阿旺 在访问印尼雅加达期间 曾和卡丽商讨后者重新出任雪州大臣的事宜 哈迪阿旺昨天再度回应传言指出 有关会面并非是秘密进行 而是刚好碰上 因为他会见的宗教司也正好是卡丽的朋友 他也表示如果是雪州的事宜 就在雪州谈何必在印尼雅加达谈呢 下来关注的是 沙拉越州普义区五党级州议员 房宝德早前动议 将沙拉越首长的名称改为沙拉越首相 但首长阿德南却回应 这是愚蠢的动议 并隐晦地指出 有些动议仅仅是为了宣传而已 另外房宝德也动议 将沙拉越州议会改成国会 沙拉越州议会将会在明天召开 最后来关注的是 网络流传一则48秒女子 发狂拍打婴孩的短片 引发网民公愤 要求警方尽快揪出 虐婴女子 画面显示 婴儿当时正在大哭 而女子则用手掌大力拍打婴孩的脸部及身体 并大喊安静 但婴儿反而哭得更厉害 警方表示已针对短片进行调查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 敬请留守百歌时事